好 我们继续看 所以阿难就回答说 假设有人 有长者长者子来问我 那么我会这样回答 知色是生灭法 知受想形式是生灭法 其实就是五运五产 那么身心 那么心一定 起心动念一定从进来 由内而外 最重要是观 这个身心的五常 常常看着自己的心 世尊若长者长者子 如是问者 我当如是答 如果有人来这么问我 那么我就会这样回答 类似像这样的 阿安京其他地方也有 像Selivo 有一天 外地来的出家的 要回去他们原来的地方 然后他要走了之后 佛陀就说 你有没有去跟Selivo告假 他去跟佛陀告假 告完假 说要回他们家乡去了 来这里出家的 然后要回去了 然后就是 可能要回去建立生团 或是什么 他们那个地方是没有佛法 那佛陀就跟他讲 你跟Selivo告假了没有 他说还没 那你们去跟Selivo告假 因为他知道Selivo会教育他们 那他们就去跟Selivo告假 那Selivo告假的时候 Selivo人说 你跟佛陀告假了没有 我说有了 佛陀叫我来跟你们告假 来跟尊者告假 Selivo就知道了 Selivo都知道佛的意思 然后就跟他讲 好 那你们如果 他就问他 你们现在来这里出家 学佛 也学了一段期间 那你要回去 那你们那里的人 因为你们是 他们没见过像你这样的 那你们那里的人 那如果问你 你出家都学些什么 你的师父都教你些什么 那你要怎么回答 就像这个佛陀跟阿难讲 阿难啊 如果有居士来问你 佛陀叫我们观 出行五场 那么我们到底要从哪里开始观 可以像这样 他就跟Selivo说 如果 那么Selivo跟他那些 新出家不久的 说如果你们回去 那么你的家人 你的同学 或是你的左右邻居 那么一定会很好奇 这个人出国留学 也不是出国留学 出外留学 就是去出家休闲 到底休闲什么 就会来问你 一定会很好奇才会问你 因为他们家没有这种 没看过的 那他问你 那你要怎么回答 那些比丘也不知道 舍利佛就跟他讲 说要怎么回答 要怎么简单的回答 简单恶要的回答 那也不知道 如果有人问你 你们的亲戚朋友 听说你都在学佛 你在护国寺听听 法师都讲些什么 你要怎么回答 你不知道怎么回答 重点在哪里 因为他听很多 对不对 他听很多 但是你不能跟他讲那么多 你不能说你坐下来 我从初一跟你讲到十五 才能讲得完 那不可能 或是你自己去听 你就知道了 不是这样 你自己要知道核心在哪里 就刚要 佛法的刚要在哪里 佛法的核心是什么 佛法的重点在哪里 这个要知道 如果你没有了解这样的和谐 你自己就没有办法记得 不会常常记得 所以哲利佛就跟他讲 你们应该这么讲 佛陀会教我调服玉滩 就是怎么样调服玉滩 就是烦恼 玉滩是烦恼的代表 玉滩是烦恼的代表 那么所以 所以阿含经里面常常讲 要调服玉滩 要超越玉滩 要越玉滩 那么基本上 基本上像这个也是 就从我见下手 或从我爱下手 都可以 从我见下手的话 就是观五运无我 无产无我 那从我爱下手的时候 就是心面对近的时候 心不难做 其实这样 所以他这里讲 知色是生灭法 知受想其实是生灭 那佛陀常常讲 诸行无常 要从哪里观无常 要从哪里观生灭 无常就是生灭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所以我们早上也讲 那你要从哪里观无常 什么是无常 那我们的无常就是 好变成不好才是无常 不好变成好也是无常 即使你看他没有变化 他还是无常 你看他都没变 其实不是没变 是你没看到 你没观察到 哪有没变的 你上一秒跟这一秒就变了 所以不可能没变 所以身心 那么阿难就这样回答 我会这样回答 就是要从五运里面 去看到他的无常生灭 因为重点是无我 那你从无常开始知无我 佛告阿难 善哉善哉应如是打 很好很好 你说得对 就是要这样回答 那么所以者 为什么呢 色是生灭法 是无常生灭的 就是这个身体 是无常生灭的 受想形式 也是无常生灭的 那不管是内色外色 都是无常生灭的 不管是新手 都是无常生灭的 知色是生灭法者 名为知色 就是说你了解这个道理 那么你才真正知道 什么叫做无常 那么知受想形式 是生灭法者 名为知受想形式 那么生灭 那么就是说 他这里讲 知色是生灭法者 名为知色 你才真正了解 就是你知道 五运是无常 你才能够说 说我也是真正知道 五运的人 那么所以 佛说此经 那么诸比丘 文佛所说 欢喜奉行 那么因为这里 这里 这里可能 如果照这个经来讲 那么可能就是 比丘跟阿难一起 因为不是单纯对阿难讲的 因为 但是这个看起来 一开始是佛只是跟阿难说 那照理讲应该是 讲完经之后 阿难 阿难 阿难的反应 但是这里讲完经之后 诸比丘 当然也可能 就是说 阿难跟比丘都在一起 佛陀每天早上 基本上都会讲一下 讲一下 那只是针对阿难说 就是阿难是当击中 讲给大家听 所以 诸比丘文佛所说 欢喜奉行 好 162经 有这么一天 佛在起源今色 这个时候 世尊跟阿难讲 也有跟阿难说了 那这一部经就不是了 这一部经就 阿难文佛所说 欢喜奉行 就单单对阿难了 那这一部经 跟前面那一部经 也有可能是同一部经 有可能是同一部经 那只是记忆的人不一样 好 那么 他说 有这么一天 佛住所谓 佛在起源今色 这个时候 世尊跟阿难说 假设有外道出家来问你 那么阿难 世尊何故 叫人修处犯恨 就是 如果照这样看 可能是不同时候讲的 但是也有可能 在同一个时候 同一个时候 然后讲不同的 一个是在家人 一个是在家人 来问你 那一个是出家人 但是是外道的出家人 就外道来问你 那么佛陀 世尊 就是佛陀 佛陀跟这个阿难 自称叫世尊 就是我 就是说 他说 这个外道来问你 那个 因为到基本上 外道基本上 都会讲取坛 沙门取坛 这说 世尊何故 教人修处犯恨 佛陀为什么要 教大家修犯恨呢 如是问者 你要 云和大乎 那你要怎么回答 阿难就问佛 世尊 若外道出家来问我 假设有外道出家来问我的时候 问我什么呢 阿难 世尊何故 教人修处犯恨恨 佛陀为什么要叫人家修犯恨呢 那么我应该 就是 我应该这么回答 唯于色 修 厌 离遇 灭尽 解脱 不生故 不生就是不轮回 不生就不灭 世尊叫人修处犯恨 意思就是说 修犯恨有什么功德 那 佛陀要 说 叫人家修犯恨 那 当然就牵涉到 那怎么修 他说 于色 其实就是五蕴 受想形式 修 厌 就前面 前面的 厌离遇灭 灭尽 159经 那么厌 离遇 灭尽是灭尽烦 那灭尽烦 得解脱 那么得解脱 就得解脱之见 解脱之见 就是我生已尽 犯恨以利 所作与犯 不受后悠 那么基本上 是这样 所以 因为 犯恨 有这样的功德 有这样的殊胜 有这样的作用 所以佛陀教人家 修犯恨 为了 为了 不在于 不在于 色受想形式上 拦着 那么能够远离 一切的 贪汉 离遇 然后能够灭除 一切的 烦恼 那么所以 所以 那么佛 教人修犯恨 那么能够得解脱 灭起一切烦恼 那么这个是 有一个过程 修烟才能够离遇 离遇 才能够灭尽 灭尽就得解脱 解脱 就不轮回 就 不受后有 就不会再生了 那么 所以 因为这样 世尊教人 修犯恨 犯恨就是 清净恨 那么怎么样 怎么样叫做杂然 有烦恼就有杂然 有贪爱就有杂然 那么 所以一样 受想形式也是这样 其实就是五蕴 在身心上 在五蕴身心上 所以佛法 佛法不离开 对五蕴身心的观照 出了对五蕴身心的观照 那求这个 求那个 那么求这个加持 求那个加持 那么 从这个经 从这个奏 从这个佛号 从这个仪轨里面 得到什么 得到什么 真正得到的都是 从观照五蕴身心里面 不起烦恼 得到的 就是说 你失去的 就是一般 一般佛法里面 得到的功德 都是由内心 所以我们说 你一定要注意 功德都是从内 从内生起的 过失烦恼 也是从内生起的 那么境界 只能引起 你生这个心 境界 只能引发你生这个心 生烦恼心 生清净心 生烦恼心 生慈悲心 他不能 境界不能 直接带给你烦恼 没有办法 直接带给你烦恼 你因为这个境界 起烦恼 那个是 你间接 就是 你因这个境界 你内心生起烦恼 而不是 他的烦恼 带到我的内心来 不是把他的烦恼 不是他的烦恼 直接带到我的内心来 而是 你看到他 你生起烦恼 你内在的烦恼 跟他相焉 你内在的烦恼 跟他相焉 如果你内在没有烦恼 他再怎么烦恼 你不会烦恼 如果你内在没有 跟他一样出众的烦恼 他再怎么出众烦恼 你不会跟他一样出众 那么一样 所以出国为什么 不斗三二道 他是不遇到恶人吗 不是 阿罗汉 为什么不再轮回 他是没有烦恼 没有在遇到烦恼的人吗 不是 所以你要了解这个情况 你要从 关照自己 这是 关照自己的五蕴身心 你的烦恼 他有这么出众 那么我因为 他出众的烦恼 我也跟他一样出众烦恼 那个不是他带给你的 是你内在 你内在已经积聚 有这样的烦恼 那么所以 你跟他相应 你会跟他相应 你会起 跟他一样的烦恼 甚至比他重的烦恼 那么这个 你要警觉的是这个东西 但是大部分 会在你灭除境界上 都是你害的 不是 你内在如果没有烦恼 谁能让你起烦恼 你如果是绝缘体 一万福特的也不导电 对不对 所以 你要从这个地方去观察 观察 那你要怎么做 所以 我们刚才张姐讲了 你可以 你可以发现气力 来羞辱我 但是 我的气力 要由来赞叹佛 我 我才不跟你一样 做这种事 因为我力量 我好不得用 积聚的力量 我要来赞 学习佛法 来赞叹佛法 那你可以 你可以毁谤我 可以侮辱我 但是 你的气力 要弄在我身上 对不起 我的气力 不用在你身上 我用在佛法上面 你要去观察这个东西 你不跟它相应 你不要跟它相应 那么 这个 这个是 你自己 学习佛法之后 你要常常提醒你自己的 那不要常常在那些 芝麻绿豆的事 鸡毛蒜皮的事 那么 心力都 你看 大部分的心力 都花在这边 真的 大部分我们的心力 都花在那一些 无意无力 而且还有伤害的事 障道的事上面 自己给自己 设下 障道的门槛 真正的磨 磨是障道 真正的磨 就是烦恼磨 五阴磨 烦恼磨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 那么 他说 至尊假设外道来出家 我就会这样问 来这样问我 我就会这样回答 佛就跟阿难说 非常好 非常好 你就是要这样回答 为什么呢 我实于 实为于色 修厌 敌欲 灭尽 解脱 不生故 教人 修诸犯恨 我常常教弟子 要修诸犯恨 主要 真的就是因为犯恨 会给 给 给 这些弟子 带来什么 解脱 那么 如果不修犯恨 通常会有这样 如果不修犯恨 会怎么样 像舍利佛就会问 如果他们再问你 那我不修 我不离滩 佛法主要就叫人家离玉滩 如果不离玉滩会怎么样 如果离了玉滩会怎么样 进一步就会这样问 如果不离玉滩 你就会在玉滩 在境界上 喜苦 起烦恼 造业 如果离了玉滩 你就能够得解脱 基本上就是这样 就是说 你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你看都是这样 为什么佛陀要教我们做这件事 这是第一件 那要怎么做 从哪里做 比如说我要关五场 要从哪里关 像身心关 从境界上关 那么 那不关五场会怎么样 关了五场会怎么样 你要了解这种东西 那你不是 人家叫我做这些说 听说有功德 就是有功德 不是啊 功德从哪里来 为什么会有 比如说 受罢官在这有功德 功德是从哪里来 从修犯恨来 那你受了罢官在这 你都不离遇 你哪会有功德 你只是有受戒的印记而已 我受过戒 是有这样的因缘 善缘而已 你有这样的善缘 但不代表你有这样的善法 它没有在你的内心停留 不深刻 就好像天气很热 你给那个树浇了一点水 三分钟过后 不要说三分钟 三十分钟过后 没什么作用 一下就蒸发掉了 干掉了 连根都吸不到 连根都吸不到水 你家的水太少 只在表层 都进不到根 你的法太浅 进不到心 产生不了作用 作用在心 功德从心 不从声音 不是你念就有 不是也不在疑事 也不在疑鬼 你照着做就有 不对 不对 不是这样 烦恼也从心 不是进界 只能引发你的心 疑事 也是要引发你的心 我们有这种疑事 也是要引发你的心 结果 你只记得要造疑事 造疑鬼 你都不知道要 从内心引发这种 这一种 这一种 然后内心引发之后 你记忆深刻 你知道要这么做 你还要站着做 叫做依教奉行 所以要先怎么样 如是瓦文中间 那么听了这个的 修行的宗旨 修行的理论 修行的赤地 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书胜 修行的功德 听了之后是怎么样 欢喜 欢喜入心才会欢喜啊 不入心都不知道你讲什么 大家笑我就跟着笑咯 大家拍手我就跟着拍手 也不知道拍什么 没有意义 要欢喜 内心欢喜 因为内心 真正了解 你就会欢喜 欢喜 就会相信 相信就会怎么样 记忆深刻 会受持 受持之后要怎么样 一教奉行 就会遵行 遵行之后 你就能够得到功德 一行之后 就有什么 就有 就有作用 造作的时候有作用 佛法就是这么讲的 结果我们大部分都停在 不知道 跟着做就好 造作就有 没有 我告诉你没有 佛就会加持你 佛就会帮助你 那么 你只要来道场 发心 你就有功德 不一定哦 有时候来道场发心 没有功德 还造很多恶业哦 真的哦 为什么 你在里面起烦恼啊 与其要起烦恼 勉强做 不如不要做 在家好好思维就好 那如果一面做 一面起烦恼 一面计较 一面怨恨 做越多 怨越多 烦恼越多 障碍越多 倒不如回家 好好看电视 真的 在这里起烦恼 倒不如回家 好好看电视 所以 你要知道 因为什么 功德是从心产生出来的 不是从做出来的 不是哦 你做 但是你没那个心 你没那个心 你的心 你虽然是做 你是勉强做 被逼着做的 一面做 一面起烦恼 你做多久 烦恼就多久 你做越多 烦恼就越多 那你不如不要做 真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都会劝你 你以其做这么多起烦恼 你不如坐在那边 坐在那边 不起烦恼 还好一点 你坐在那边 什么都不做 但是你不起烦恼 比你在这边 做到很多 起很重的烦恼 还好 你坐在那边 你都不要做 那 比你 比你 你做 你做很多 那么 所有人都被你 怨过一遍 那不如不要做 你没有功德 那么你自己 发心做得最好 不是在交作业 不是 你自己从内心 发出来的 你有那种 强烈的意愿 我是来修功德 我不是来造恶业的 我是来修 学 解脱的资量的 我不是来 增加 细服的 烦恼细服你啊 那你越修越烦恼 你细服越多 你不来修 还有解脱的希望 你来修了解脱希望更没有 为什么 烦恼越重啊 跟很多人结恶严 来这里是 要修解脱法 要增加善严的 要增加法严的 结果 你来了 只有增加烦恼 那么 跟人家结恶严 那么看这个不对 看这个不对 刚开始 对佛法充满信心 来了之后 对佛法充满失望 那么 跟佛法没关系 跟你内心的杂烂有关系 跟你不会想有关系 不会修有关系 不会听有关系 不会如理思维有关系 你不如实之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我们让你底下看 所以 他说 那么 一受想形式 那么也一样 其实就是五蕴 那 外道来问 那么我就这样讲 佛说 非常好 尊者阿难 问佛所说 欢喜奉行 你看这个 前面都一样 都跟阿难讲 前面一经是 朱比丘 文佛所说 欢喜奉行 那么这个就专门针对阿难 阿难尊者 文佛所说 欢喜奉行 好 再翻过来 163经 163经 那么有这么一天 佛在奇远经社 这个时候 世尊跟朱比丘说 我今 我今 为母说 坏 不坏法 坏 跟不坏 那么 坏就是会变化的 那么 基本上就是 坏就是有生灭的 生灭就是坏 那生灭是什么法 是无违法 那不坏法呢 是无违法 基本上是这样 坏法不坏法 有生灭 有变异的 变异 那么这个叫坏 那么地听善师 地听地听善师念之 专心听 仔细听 好好听 听了之后 仔细想 好好想 当为你说 我现在 我现在 来为你讲 朱比丘 赦 是坏法 比赦灭 灭盘 是不坏法 那么赦 其实就是无违 无违是无常生灭的 是会坏的 变坏 所以 是这个色 这个身体 然后包括 如果讲色的话 古运来讲 是这个身体 那么广义的来讲 这个身体 以及外面的一切世界 那么都是什么 都是无常生灭法 那这里用坏法 来说明 那么比赦灭 当古运 不再有的时候 那么 这个灭 灭就是 不再生起 灭而不生 那么 生灭生灭 这个是坏法 那么 不生不灭 灭 比赦灭后 灭后不生 就是 像我们这个身体 那么 如果你证了阿罗汉 它就 灭后 就不再生了 那么 如果没有 那么生 如果你没有证阿罗汉 没有证阿罗汉 生后 灭后会再生 证三果 也会生 生到无不还天而已 还会生 那么 除非你证阿罗汉 不管你是心解脱 还是 是拒解脱 还是会解脱 我们 无语涅槃 就无语了 灭而无语了 就不会再生了 所以他说 比赦灭 其实就是这个无运 后面都是受强行事 比赦灭 涅槃 是不还化 那涅槃 就是不再生了 无生了 所以涅槃叫无生 阿罗汉 也叫无生 那么 阿罗汉是 硬贡 无生 那么 杀贼 有这三种意识 那么 杀贼是 把烦恼都断建 那么 无生 是不再受生 硬贡 是我福报 应受人天共用 比赦灭 之灭盘 是不坏法 受想形事 是坏法 比赦 比赦灭 基本上应该是受想形事 灭 那么 受想形事 灭 之灭盘 是不坏法 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说 五蕴 生灭 这个是有违法 五蕴 不生 不灭 这个是无违法 那灭盘 是无违法 那这个五蕴 是有违法 有违法 都是无常生灭的 那灭盘 是不生 不灭的 我们讲这个 再看164经 164经 他这里 他只有一个 于帝家 于帝家 修多罗 读真意阿含经 事法中所说 这一部经事 基本上 他里面 这个是在 于帝家 他为于帝家说的 在 佛法里面 那么有所谓的 十四无忌 有编无编 还有 那么当 近期出业 后修犯恨 有这个 有这个记载 那么这个于帝家 那是蛇未成的 婆罗门子 那么他后来 自己这样想 要求不死之道 所以他都去出家 云友 他本来是个外道 是外道出家的 是外道出家的 后来在 在云友的途中 就是到处 参反行道 在云友的途中 听见佛法 他觉得很好 后来就从外道来 皈依佛陀 但是因为 因为他的 戒恨 就犯恨 他 比较没那么重视 不纯 所以 因为犯恨 就是他不太重视 这个犯恨 修犯恨 所以 意思就是说 他对武裕 对世间的武裕 他比较懒 犯恨是清净恨 不清净是因为武裕 就是懒着武裕 色身相慰处 我们说的不允议 犯恨 那个只是一个代表 并不是说 你不允议 你就是犯恨 不是 犯恨是清净 清净是没有烦恨 你对吃的 对用的 对穿的 你都非常的执着 那个也是不清净 就是你懒着武裕 因为这个余地家 他比较 比较没有慈戒清净 就是说 其实比较没有修犯恨 所以 修了很久 都没有成就 没有什么成就 功德升不起来 那么 看见跟他一起出家的 跟他一起学佛的 当时很多人 佛所弟子很多 同一批的出家也很多 刚才一起学佛 一起出家的 都很有成就 很多人都证过 诸国 二国 三国 所以他就得到信心 那么他们可以 我也可以 那么 我也不比他们差 为什么每个人有成就 那我就没有 所以他就去请佛 跟他略说法要 就是说 到底要怎么修 类似像这样 那佛所说 佛所就知道他的问题 说要先持好你的戒 尽其出业 然后修犯恨 你这一点要先做到 你这一点不做到 你不愿离无欲 你很难有成就 那什么 你的智慧 你的束缚太多了 你绳上绑那么多条绳子 你说 那后面 这个绳子后面 又拖着那么多石头 那你说你能够跑多远 对不对 你看人家跑很远 他就跑很远 也不喘的 你跑了三步就喘得要死 为什么 你石头绑那么重 你绳索绑那么多 你每一步都用比别人更多的力气 对不对 你这样当然跑不远 你先解掉你身上的石头 先去掉你身上的石头 然后解掉你身上的绳索 不要绑那么多 没办法也不要绑那么多 你直走的越多 你就是绑的越多 那么直走的越重 那不是绑的多而已 后面还绑石头 那你也可以走没有出 但是就是很勉强 走得很辛苦 如果你感觉你修得很辛苦 那大概就是这样 那么就是说很多的法 很多的法学不喊 用不上 那么基本上就是 你没有抓到重点 或是说 你没有从这个礼遇下走 殿礼下走 你没有从关无常下走 这个很基础的 你以为那个带去嘴 我不用我直接跳 你走都走不动了 你还跳 所以 这个玉帝佳就是这个问题 那佛陀就教他 那么他这里没有多说 所以他底下 底下有这个 尤其世界内的解释 他就在解释的障碍 这个障 有三种障碍 放异 只要是这样 在试验很多事业上放异 那他常常会问 有边无边这个问题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他没有从基本 就是要离五欲这边做起 所以在家要修出家法 要先离五欲 八观在这就是这样 在家不用离五欲 在家只要不照三二道的业就好了 不用离五欲 因为在家没有要解脱 如果你要解脱 你在家也要离五欲 就是不要太懒着五欲 那么如果你不是要求解脱 你要求生天 你不用离五欲没关系 你只要不照三二道的业就好 因为你升到天上也是五欲 可是更好的五欲 只是这样 更殊胜 那个五欲比较没过患 人间的五欲是有过患的 天上的五欲 没有像人间这样的过患比较重 没有那么粗重 但是如果你在家也想趋向解脱 那么你也必须要离五欲 所以他才有八关在在这个设置 在家学出家法 那他重点就是领五欲 不客户昌悉 不顾碗观天 不夺香花慢 香有狐身 不作握高管大德 射身香味醋 就这个而已啊 那你如果能够平常就厌礼 就是也 有时候因为姻缘很难 但是你平常就不懒躲 不深深的懒躲 那么渐渐渐渐有机会 你就秀一个亲近认 那么受词报告就秀一个亲近认 那么姻缘就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 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里底下稍微讲一下 但是因为他没有这个经 那这个玉帝加修多罗 这个不是有部的 所以他说别部所诵 真一阿含 那么真治部均未见此经 他说没有这个 那么他说读真一阿含 试法中说 好 那我们就先大概说一下这个玉帝加的一个情况 但是因为他也没有真正经文 好 那看165经 165经 有这么一天 佛在乔萨楼 居萨楼就是乔萨楼 乔萨楼国 人间游行 那么乔萨楼国就是守卫城的 摩羯托国是 摩羯托国是这个王守城 乔萨楼国是守卫城 那乔萨楼国很大 首都是守卫城 但他不是一定在守卫城 他说在乔萨楼国 那么的人间游行 与萨楼聚落 那么萨楼聚落是一个婆罗门的聚落 有些会说婆萨楼 婆罗聚落 有些是讲婆罗聚落 那么就是婆罗门的聚落 其实是有一个婆罗门的聚落 春北 深树林中住 深树林 这个也常见 乔萨楼国 婆罗聚落 深树林中 这个在哪里有呢 我们看一下 在六路处宋二二五经 我看哪 二二五经243月 前面是看到哪里 为什么会看错 你看 他这里有 至尊在乔萨楼国 在平陀城的深树林中 所以基本上 这个是平陀城 跟守卫城不一样 那么这里 他没有讲在什么城 但是他说在这个婆罗聚落 春北深树林 那这里也是平陀城国 深树林中 所以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 他就是在乔萨楼国 就是舍卫城是首都 但是他在另外一个村 那么 婆萨 婆罗 一般写婆罗聚落 这里写萨楼居落 那么就是婆罗门的聚落 那么春北的深树林 深树林 深树林是黄坛 这是我们檀香的桓桃 一种树 那印度可能很多 所以这个案件里面也常常有 好 这是在婆罗门村北方的深树林 那这个地方 应该就是在平陀城 依这个 它的城是平陀城 好 我们再来看 那么他说 这个 这个时候 聚落族 大姓婆罗门 就是 婆罗门的这个 聚落族就是村长 那么这个婆罗门 婆罗门也有很多 很多种 那么 他就是 这个村长 听说 沙门四种子 基本上是 沙门四种之子 四家种的 的这样的 四家种子 的这个 这个佛陀 沙门渠坛 他是沙门 但是他是四家种 他的种族是四家族 他的姓是渠坛 他的名字叫斯达多 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么于四家大姓 那么 也是 因为印度人讲种姓 那么 他是这个 差地利种姓的 他也是大姓 四家也是一个大姓 是大家族 是有名的 有名望的 那么 替除虚法 夺家杀医 正姓非家 出家学道 我们说 正姓非家 出家 有些讲 正姓非家 出家学道 就是他对 佛宝有正姓 那么离家 而非家 其实就是离家 出家 而去修学 佛法 学道 学这个解脱 成无上等政权 成果 简单讲就是 在乔萨楼国 这个平头城 北方的一个 申宿林众 那你 有一个婆罗门的聚落 这个婆罗门的聚落 佛陀带着很多弟子去那边 佛陀在森林里面 那个地方还没有金色 所以 佛陀如果有金色的地方 他就住金色 没有金色 他带着地子就去住什么 住森林里面 就在森林树底下 就在树下住 基本上是这样的 到那个森林里面去了 因为森林比较不那么热 有利益打坐 也不会感染到别人 也不会受到别人感染 这个婆罗门听说了 那个森林里面 那个树林众 听说释迦族的 释迦族出家的 那一个沙门 那么 听说成德 听说很厉害 所以 有 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 来到 来到这个乔萨楼国 那么人间游行 那么 到萨楼聚落 春北的孙世林众 我们说这个 这个 萨楼 其实都讲婆罗 一般都是婆罗 我看他住节有没有 那么 这个 到平头城 那 婆罗 春落 春北的孙世林中处 那你看他原来是婆罗 婆罗门 我们看一下 他的住 他这里没有住节 不用 我这里有住节 他原来是婆罗门 婆罗门的聚落 好 那 所以 又比沙门取谈 如是色貌 名称 真实 功德 天人赞叹 文娱八方 为如来 应等 正觉 明心主 善事 世间解 无上事 调义丈夫 天人 师 佛 世尊 每一个名号都在显示他的功德 就是说 听说 这个 释迦族 那么一个 一个王子 出家 成佛 那么来到我们这个村 来到我们这个村 就住在我们村北那个森林里面 那么听说 这个人 那么 非常的庄严 有32相 如是相貌 那么 非常的庄严 那么 就是 名声很好 大家都说他很厉害 很有智慧 很有慈悲 很会度众生 那么 有很大的功德 那么 人天赞叹 文语八方就是 名声很好 那么 所以 下面的如来 应等正觉 这个都是佛的功德 形容佛的功德 从各个方面去形容佛的功德 加起来有死一个称号 那么 于诸世间 诸天 摩 幻 天摩幻 天摩幻是 人 奉事的 沙门 婆罗门 奉事的 尤其是婆罗门 天摩幻 这天 在我们上面的 天是指刀立天 摩 是御界的 第六御天 天大部分 指刀立天 那么 摩 是 御界 第六御天 他化自在天 那么 这个饭 是指 社界的出产 那么 这个 出产天 大饭天 那么 沙门 婆罗门 是他们的宗教 修行要 修行要升天 要得解脱的 主要的两类人物 沙门 跟婆罗门 婆罗门是 原来的宗教 沙门是新兴宗教 那么 沙门是访婆罗门的 那么 大致 非常有大智慧 能治正治 自己 知道自己解脱 有解脱之见 我生以尽 犯下以利 所作宇作 自知不受厚有 这个我们叫 解脱之见 为世说法 为世间的人 说法 初中后上 那么这个初中后 有的是讲 从言语上说 刚开始 中间跟最后 有的是说 从义理上说 戒定会 就有很多说法 那么就是 从刚开始讲 那么中间到最后 这整个过程里面 都非常好 那有的是 刚开始讲很好 后来讲的不好 那么 刚开始讲不好 后来讲很好 那没有 佛头 从最初 到中间 到最后 都讲得 非常好 那么有些说 他的义理 有些说 他的言语 那么有很多 不一样的说法 那 好 但是 基本上就是 初善 中善 后善 那么有些是从 听文者的 这个是从说法者 说法者所说的话语 以及他的内涵 有些是从 听法者 听了之后 那么 刚开始 生欢喜 那么 听完了 听完了之后 生欢喜 那么 听的时候 生欢喜 那修行的时候 没有疑惑 那到 到最后的时候 能够远离 就是能够得救进 就是说 初中后 从听的 从听的人来讲 那么 听完了 听的时候 很欢喜 听完了之后 他依教奉行的时候 没有困难 因为清楚 清楚明白 他就没有困难 那么他做的时候 可以做到最究竟 因为他讲的 讲的究竟 你第一步要怎么做 第二步要怎么做 那么就是 初中后善 大概有 从讲的人 法跟义 从听的人 他能够受用 这个角度 几个角度来说 那么 初中后善 善义善慰 那义 义就是义理 义就是义理 那么 慰 就是他能够得到 那个作用 那 圆满 一般我们说 他讲得很善巧 那么说得很圆满 那能够让众生 能够让众生 那么 就近解脱 纯衣满尽 善义 善慰 慰就是你能够受用了 那么 纯衣满尽 纯衣满尽 在阿安经里面 也常见 那么 巴黎文的意思 基本上都是 他能够引发众生 无上的利益 能够圆满 清净 犯恨清白 眼说妙法 这个都是佛 在赞叹佛的 在赞叹佛 那么 善哉应见 善哉应完 这么殊胜的一个人 这么好的一个人 这么有威德一个人 这么有功德的一个人 我们应该要去见见他 如果真的 听到了 以前我刚在家的时候也是 就 听到哪里 那么听说有善知识 我也会去 我以前也常常去参选 就是 就会想要去看一看 那么去亲近他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 当然有有些 因为我们能力 可能也没到他那边 所以有时候 也会觉得 也好像 也不是我们心中想要的 所以 因为你如果有那个心 你听说 你所想达到那个境界 有这么样一个人 那么你自然会去的 你自然会去 那一样 在这里 婆罗门也都是修行的 听说 有佛这样一个人物 那现在就在我们村边 没有去看不行 要去看一看 像那个佛陀的最后一个弟子 须拔头楼 他也是听说 那么佛陀就要入涅槃 在这里入涅槃 无论如何要去见见他 听听他讲什么 还好他有去 他如果那一天懒惰 或是那一天觉得 他那个信心不强 阿难跟很多人 挡着不让他去 他就算了 那就没有了 他坚持 那你看这就不一样 那那个就是 这个是有强烈解脱的意愿 那么这个婆罗门也是这样 他说 善哉因往 善应尽事 我们应该去 我们应该去顶礼他 应该去听他讲些什么 应该去 应该去找他 若是念以 即便言价 这样想了之后 这样想了之后 就言价 言就是装言 就是准备好马车 他的马车就是弄好 因为印度人就是 他很会装饰 言就是装饰 把他的马车弄好 应该带什么 怎么样的 那么多江一宠 带领了很多人 很多婆罗门 因为那个是婆罗门村落 这很多婆罗门 住在同一个村落 就有点像我们的宗族一样 住在同一个地方 那么多江一宠 带领了很多水宠 以带领很多婆罗门 因为他是村长 他是村长 所以住在他那一村的 带领很多人 支持金瓶 金杖 散盖 这个是婆罗门 出门 常常会带的东西 因为婆罗门 有一个叫做 早速禁法 婆罗门非常重 早速禁法 就是他们在修法 他们在修法 要漱口 要刷牙 要洗澡 要沐浴 要清净 灾界也是一样 要先洗过澡 要漱过口 开根诵经 要洗过澡 那礼礼拜 那么他们也会送咒 就像 敬口夜真言 敬深夜真言 敬意夜真言 那个其实是婆罗门的法 我以前送金刚经 也太能送了 因为他说 要送这个比较好 我就跟着送 其实这个是婆罗门法 那么他不是送 这个咒清净而已 他还要 实际上用水 他出门要带瓶 那个是装水的 装水的 那他随时要浸身的 那么进口的 其实是这样 还有禁售 所以他一定要带这个 那么还要带个帐 持帐 所以金帐 金瓶金帐 那个很有钱才带金瓶金帐 那散盖 这都是太阳的 散盖其实就是我们的阳散 那这个对婆罗门说的 大部分放在 这个后面的杂涵里面 好 那么网易佛手 去到 就去到村北 北方 这个村北边的 那个 这个深树林里面 那么 恭敬奉事 就是 非常的恭敬佛 那么 到于林口 到这个树林的门口 林口 林口就是到这个树林 因为在树林的门口 因为那个树林一片 那佛手就在那个里面 那么他到那个树林门口 一路路通到那个树林 到门口 他就下车不进 一个是公进 一个是车也进不去 因为那都是树林 车也进不去 一个也是公进 就让车进得去 他也不坐车进去 自事遵守 问训安保 那就是问这个世君 那么身体 有没有好一点 那其实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 印度人习惯 问的方式 通常问佛都是 如果佛弟子问佛 也都是这样 那么身心清安佛 终身易度佛 那么例如像这样 那我们如果台湾人 问都是 吃饭了没有 那就是每一个人 问的不太一样 那么却坐一面 就坐在另外一边了 因为时间到 那么底下 这本经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他问 他问那个重点 那佛都说些什么 说些什么 说缘起 佛论因说因 这时候佛的重点 你看 我们先稍微总结一下 就前面 前面佛跟阿难说 前面佛跟阿难说 这个如果有 在家人来问你 信佛的在家人来问 佛说诸行无常 那我们要怎么 观诸行无常 怎么观 福运身心上去观 那么舍利佛 舍利佛跟这些 要回他家乡 弘法的比丘说 如果有人问你 那个不信佛的人 那些都还没信 不信佛的人问你 你去那边 都学了些什么 你要怎么回答 学什么 教什么 教怎么样调腹浴滩 怎么样超越浴滩 就超越烦恼 怎么样 修行是要修什么 修行就是要修 调腹烦恼 断除烦恼 超越烦恼 这是阿含经讲的 好 那婆罗们来问佛 你都说些什么 说些什么 缘起 缘起是佛法的和谐 你看 就这样 那要缘起 有因有缘 世间起 有因有缘 世间面 那如果是 如果是 你要修学 要关无产 要从哪里关 从五蕴生 身上去关 如果你要调腹烦恼 要从哪里调腹 从玉滩上调腹 这个就是重点 这个就是重点 那 讲的 可以讲很多 但是你要回归到 原来的重点 在哪里 好 那这个我们下一次再讲 好 大家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不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